深度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冷家华 副主任医师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未尝肿瘤外科 深度军 好好的结肠是咋发言的 蒼天哪 我做错了什么 要得溃疡性结肠炎 结肠炎是咋来的 有发因素有哪些 该怎么预防 表面现象千丝万缕 背后真相只有一个 走进深度视频 走进溃疡性结肠炎病理片 深度军 为你解开溃疡性结肠炎背后的秘密 结肠中生活着大量的微生物 有益生菌 能参与食物消化 合成维生素 促进肠道蠕动 比如双齐杆菌 乳酸杆菌等 也有有害菌 能搞出肠道炎症 比如产气加膜杆菌 绿脓杆菌等 胃和小肠消化功能强大 是因为胃和小肠中有胃液 胆汁等酸性消化液 消化液能抑制细菌生长 所以胃和小肠中的细菌其实并不多 结肠就不一样了 结肠没有酸性消化液 外形还长得像波浪 镜头拉近 每一个结肠的小袋子之间都有横格 那里藏着没运走的食物残渣 残渣们成了滋养细菌的卧土 上数据 分辨固体重量的20%到30%其实是细菌 它们基本来自结肠 大量的细菌一方面使结肠成为躁粪的主力 同时也使结肠成为肠道炎症的高发地段 为啥一拉肚子都说是结肠炎 也是这个原因了 然而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有害菌数量激增 开始作妖 大白对有害菌发起了攻击 在消灭有害菌的同时 还搞得肠道粘膜细胞死伤无数 结肠炎症就来了 如果炎症持续存在 可能会向肠臂深处蔓延 久而久之 肠臂上就会形成溃疡 这就是溃疡性结肠炎了 那么问题来了 好好的结肠咋就发炎了呢 目前 溃疡性结肠炎的发病机制到底是咋回事 没人能说得清楚 不过深毒菌发现 溃疡性结肠炎可能和这些因素有关 环境因素 气候变化 情绪异常等情况 可能会导致肠道菌群失衡 研究表明压力过大 或者长期处在焦虑 烦躁等负面情绪中 容易引起溃疡性结肠炎 遗传因素 溃疡性结肠炎与遗传有一定关系 科学家们已经找到了 与溃疡性结肠炎有关的基因 并发现患者父母 子女 兄弟姐妹的患病率 是普通人群的10到15倍 饮食因素 如果不小心吃了变质的食物 或者是喝了不干净的水 可能会有大量的细菌 病毒等进入人体 容易造成肠道感染 有发溃疡性结肠炎 溃疡性结肠炎预防大招走一波 饮食卫生要看好 注意个人卫生 饭前便后勤洗手 吃不完的食物要冷藏 使用隔夜食物前必须彻底加热 新鲜蔬果食用前要洗干净 不饮生水 生熟食物要分开冷藏等 外卖和苍蝇馆子 食物卫生难保证 搞不好就会带有大量有害菌或病毒 容易感染结肠粘膜 引起溃疡性结肠炎 为了你的肠子 少吃外卖 少吃路边摊 规律作息心态好 夜深人静不睡 日上三肝才起 糟糕的作息时间 会让体内的激素代谢紊乱 人的免疫力降低 更容易受到病原体入侵 搞出溃疡性结肠炎 深度小提醒 早睡早起不能少 心情平和很重要 良好的心态 健康饮食 规律作息 科学锻炼 都能增强免疫力 深度君 结肠炎该做啥检查 能治好吗 关于溃疡性结肠炎 茶与质的小秘密 深度君已经给你整理出来了 爱健康的亲 准备好纸和笔 带上小板凳 深度君下集等你来 关注深度视频 记得点赞加转发哟 摸摸哒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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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